说完了这个协同过滤的算法之后啊 咱们再来说 在这个推荐系统当中啊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叫做一个银语义模型 这个模型啊 用的也非常广啊 相对来说 跟那个系统过滤啊差不多 但是呢 它可能啊稍微的复杂那么一些 首先啊 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银语义模型啊 是干作了一件什么事吧 这个东西啊 其实来说 它就先给大家形象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要给用户推荐 是不是说你要找到用户 跟物品之间的一个联系啊 那很多情况下 就是用户和物品之间联系 不那么好找 那怎么办呢 咱们需要这样一个中间量 就是有这样一个银语义 银语义的意思啊 就好比咱们之前讲的那个 神经网络差不多 相当于啊 是把我的一个就是 用户转移成一个银语义 把我的一个物体也转移成银语义 然后这两个东西啊 通过银语义再进行一个组合 我们要做的呢 是从数据去出发 进行啊 这样一系列个文化的推荐 然后啊 咱们要来讲了 这是核心 就是说 我们的用户啊 和物品之间 有着某些程度的一个隐含的关系 我们可以啊 用一个隐含的方程 来表示着 用户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说啊 这个隐含的方程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银语义吧 银语义啊 相对来说就是 表现起来就没有那么直观了 可能解释性啊 就不是那么强 咱们需要找到这样一个映射 也就是说 这个隐含因子啊 哎呀 咱们人类看起来 嗯 比较复杂 但是呢 让计算机啊 能理解起来就好了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说 嗯 将我们的一系列用户 跟我们这个物体啊 通过像是一个中介的东西 叫做一个隐含因子 给它联系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这张情况下 我们有个大分矩阵吧 就是说 现在我有三个人 然后呢 对我三个物体 比如说三本书吧 或者三个电影 都有个大分吧 那这样我是德基 拿到了这样一个 N称M的一个矩阵 比如说N 代表着我们有N个用户 M呢 表示我们有M个商品 那现在啊 我要做这样一个矩阵的分解 就是说 嗯 咱们这个运语义模型啊 是跟这个矩阵分解 相挂钩的 我想现在去知道 就是说 嗯 我的一个用户 和我的一个隐含因子 之间的关系 以及呢 我这个电影 它和我隐含因子的 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直接 原来不是用户 和我的物体 直接相连吗 现在我变一下 就是用户 能跟我的隐含因子 相连 咱们的电影 也能跟我的隐含因子 相连 转运成这样两个趋势 转运成这样两个趋势之后 我们来看 现在是一个F乘N 然后又转运成一个F乘M的吧 那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 这个F乘N 那转运成F乘N 我们可以求出来啊 就是说 求一下咱们当前的 这个N是什么东西 那一旦你求出来了这个N 是不是我就能把这个式子 给它还原了 原式是一个N乘M的 那我们对于这个User的 用它进行一个转置 那是不是 它就变成了一个N乘F的 然后呢 我们再乘上这个电影 和隐含因子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再乘上一个F 乘上一个M的 这样啊 我就得出来了一个结果了吧 就是我想要的 这个N乘M的一个举占吧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引语一模型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做这样一个分解 先把我原始的N乘M这个举占 分解成咱们的一些影视的 比如说 在这里呢 我对于我的用户来说 是不是转换成N个用户 然后每个用户啊 有F个隐藏的因子 然后呢 对于我电影来说 就是有F个隐藏因子 对应着我的一些电影啊 这就是我们要转换的 能分解也能组合 这就是我们的 对咱们的一个 英语一的模型啊 一个基本的表达 它其实要做的 嗯 跟那个咱们之前 之前说过那个SVD 就是一个矩阵分解 是差不多的吧 只不过说呢 SVD啊 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计算的复杂度啊 更高一些 咱们直接用这样一种 矩阵分解啊 其实计算量是稍小一些的 一会儿呢 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嗯 关于啊 这个言语一模型 它是怎么样去做 这样一个分解 以及参数更新的 其实这个核心在哪啊 这个核心不是说 你这个隐藏因子啊 它底是有价值的吧 你不能随便拿了一个矩阵 就说 这是我个隐藏因子 你要拿出一个 确实有这样一个 关系量的东西 给它拿到手吧 那所以说啊 接下来 我们就得想一想 嗯 对于这样一个 言语一模型 我们该怎么样 进行一个求解呢 首先啊 咱们来看吧 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有个RUI吧 就是我的用户 User对我这个item的 一个评分值 现在呢 为了进行转换 转换成一个PU 乘上一个QI PU啊 它表示的意思 就是说 我的一个用户 跟我的一个 嗯 跟我的一个隐藏因子 之间的关系 再乘上 我这个物品 跟我隐藏因子的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咱们给它转换成 这样一种 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是说 按照刚才咱们 试着给它分解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用户的评分 对电话评分 转换成用户 和隐藏因子的关系 再乘上 我电影和隐藏因子 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是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转换的吧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指定 一个东西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跟机器学习 相联系在一起了 对于一个机器学习算法来说呀 我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说 按照之前 咱们一个常规套来说 第一步 我要是 第一步啊 我得先把我的一个 损失函数 或者说 你要优化的一个 目标函数找出来啊 也就是说 咱们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 最小化一个值啊 这个是咱们机器学习当中 最常用的一个方案吧 所以说呢 第一步啊 咱们来这么做 首先 我是有一个真实值 因为咱们现在有建模啊 咱们现在实际要做的是个建模 在建模过程当中啊 我是不是有预测值和真实值啊 咱们是有标签的吧 所以说呢 我指定一个C C呢 就等于我的预测值和真实值 之间的一个差异吧 咱们用这样一个平方向来表示 然后呢 我给它展开啊 展开完之后 其实后面的项啊 相当于什么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PU 还有QI啊 这个PU和QI来说 嗯 它也是 它里边存的是一些参数吧 就是怎么样得到这个隐藏因子 我们需要这样一系列参数吧 既然你有这样一个参数来说 我们需要对参数 加上一个政策化的惩罚项吧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些政策化惩罚项 其实我们来看 我们要用化什么东西啊 对于我的R来说 不等于我的P 乘上我的一个Q吗 那P这里边是不是 它是一个矩阵啊 矩阵当中 我要把就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跟我的一个隐藏因子之间的关系拿出来 这是我要求解出来的P Q呢 Q是说对于我的物体和隐藏因子之间的关系吧 我要把Q求出来 所以说啊 现在我不是要求P也要求Q吗 那这个P和Q对我来说 不就是一系列的参数吗 那你要求这样的参数 我们也要加上这样一个政策化惩罚项 所以说呢 一个完整的目标函数啊 就等于这个样子 左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Data Loss Data Loss里边啊 现在 现在我们的一个Data Loss里边 是不是说 用我的评分值和我的一个预测值之间的差异 再加上我的一个 咱们参数的一个政策化的惩罚项啊 这样啊 我就得出来了啊 当前我的一个英语译模型 我要求解和我最终要优化得出来的一个值 它一个目标函数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 最终我们要把这个P1 P2 P3 以及呢 Q里边所有的值都给它求出来